俄罗斯中部2019战略演习 于16日正式启动 这次演习共有12.8万名官兵参演 预计9月21日结束 俄罗斯卫星网报道称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一姑表示 中央2019战略演习是 俄罗斯武装部队下季训练期间 最重要的环节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共有近13万名军人 2万余台军事装备 近600架战机和15艘军舰 约250辆坦克 450辆部战车和装甲运兵车 以及200门火炮和导弹系统 参加中部2019演习 参加本次演习的还有 中国、巴基斯坦、印度、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坦、塔吉克斯坦 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军人 和中部军区新闻处称 演习期间将研究部队集群 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作战方法 和中亚安全保障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